现在呢狮子会出包了怎么回事呢 因为上个月台北狮子会才发生了 没有戴口罩来逐桌敬酒的事件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了 在新竹的狮子会举办阅历会的时候呢 会员不但是没有戴口罩 肩并着肩来拍照 甚至连餐桌上的隔板不见了 狮子会长呢 虽然为防疫瑕疵来道歉 不过现在新竹市卫生局决定要彻查 台上的表演人员乖乖戴着口罩 卖力跳舞 看来一切合乎防疫规定 但画面一转到台下瞬间破功 现场目测超过50人用餐 虽然有梅花座也有保持适当距离 但是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餐桌上也没有隔板 会员们开心吃饭聊天 看着表演鼓掌叫好 让人捏把冷汗 主持人更夸张 走上台也没戴口罩 表演者全都戴着口罩 但是其他人只顾着比爱心 口罩全部失踪 另一张合照 头上的皇冠没忘 却忘了最重要的口罩 十几个人肩并肩大合照 却不见戴口罩 没戴口罩是事实 狮子会长却说是瞬间脱罩 所以我们在瞬间这三秒钟 有另外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做一个拍照的动作 然后马上又戴回口罩 虽然会长已经为防疫瑕疵道歉 但新竹市卫生局仍决定展开调查 如果发现有重大违规 或者是业者屡劝不听 我们会依据传病防治法 进行开发 处罚的金额是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罢款 日前才爆出台北狮子会会员聚会 没戴口罩逐桌敬酒的违规事件 五月份新北狮子会的狮子王 万华群聚感染案也还历历在目 狮子会会员一再违反防疫规定 就怕会成为下一个破口 记者何梦千张志人新竹报导 今天的部分呢 本土案例加零确诊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喊出说 台北市已经14天 没有不明感染源的案例 建议中央是不是可以降一级 还有南部的县市提出了分区来降级 对于这个部分呢 主委中心就说了 如果降级会朝全国一致的大方向 也就是说呢 不考虑分区来降级 但是如果降一级 口罩禁令要解除吗 主委官陈时中立刻回答 不会的 所以请大家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 国内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宣布 25号本土零确诊零死亡 只有新增5例境外移入 从9月16号到25号 10天本土个案都是2例以下 其中5天零确诊 南部县市也喊出分区降级 虽然北部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个案 但是相对不是这种大爆发的一个形态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会全国一致的来做 之前指挥中心的疫情警戒标准 一级是出现境外移入 导致零星社区感染案例 二级是出现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 可批认为符合降一级的标准 甚至呛中央 零星水的不知道民间疾苦 情绪性的发言是大可不必了 中央跟地方都要来合作 那领薪水跟没有领薪水的人 也都要一起来合作 但如果未来将一级警戒 口罩禁令是否解除 陈时中秒答不会 不会 我们会放宽一些家人 出门的时候相关的规定 就算将一级到户外 人不多一样得戴口罩 等于今年5月之前的生活 不可能再回归 陈时中的说法也引发网友讨论 还有人不满的回应说 这算哪门子分级 上班都是十几个小时 口罩真的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因为我工作就是讲话要需要很大声 所以就会等于要更大声讲话 然后就会骚醒啊 指挥中心强调 全面戴口罩是重要的防疫战略 但是目前疫情趋缓 针对部分地方政策尚未放宽 譬如家人内用不用隔板等 下周会陆续讨论 一旦定案就会宣布 记者黄明君 王一仲台北报导 各位疫苗施打状况如何呢 现在第九轮BNT疫苗上午开打 有民众抱怨说等了很久 台中央等到打第一劑 因为有些人确实连第一劑都还没有打 不过主意中心今天也公布了 第十轮仍然是以BNT疫苗 第一劑为主 六十四岁以下有望接种 另外在日本还有斯洛伐克 分别绝阵了五十万 还有十六万剂的AZ疫苗 将会供第二剂来造测施打 第九轮BNT开打 周六一早符合资格的民众 到台北市科教馆排队 这个大型接种站 上午就施打六百人 我们大学生是等到后面 几乎快开学的时候才可以开始施打 所以就是可能等得比较久 第九轮BNT主要开放三类对象 分别是18到22岁年轻人 65岁以上长者 以及40岁以上第九类族群 不过日前BNT先在校园集中施打 国内第一例不良反应通报 是一名13岁的学生 9月23号接种了之后 出现皮疹呕吐两次 紧急就医 当天症状缓解就返家休息 接着24号BNT疫苗施打第一剂 已经达到25.1万人次 指挥中心同时宣布 第十轮同样也施打BNT 指挥中心表示 除了BNT打第一剂之外 第十轮也会开放高端第一剂 第二剂施打 以及AZ疫苗的第二剂 初步规划会以造册方式进行 不过由于指挥中心连两天都表态 莫德纳就算到货 主要也是给第二剂 单全莫德纳的莫粉 再度减少6000人 显示在久等不到疫苗的情况之下 不少莫粉已经改变心意 不再坚持 记者黄明娟 王一仲台北报道 现在美国宣布 11月开始 旅客必须要完整接证 两剂的WHO认证的疫苗 才能够入境 这其中包含了科兴 国药疫苗 这等于呢 美国是变相承认大陆的疫苗 但是台湾的高端疫苗 没有在名单当中 所以打了高端疫苗 是没办法入境美国的 陈时中就被问到 先说呢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啦 后来呢 表示说打了高端可以去印尼啊 但是呢 国民党立委炮轰 蔡政府不是说 跟美国关系很好吗 那为什么 美国是不承认高端疫苗呢 日航班机缓缓降落 再由日本捐赠的 50万剂AZ疫苗抵台 这已经是日本第五度 送疫苗给台湾 累计有390万剂 斯洛伯克也要捐16万剂 百姓不想打高端 还好有国际疫苗送来 因为美国日前宣布 11月开始旅客入境 必须出示 由WHO认证的疫苗 两剂接种证明 换言之 72万名高端分子 恐怕无法入境美国 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一国啦 印尼大概是9月16号的时候 就好像开始这样做 不管是混打的 或者打两剂高端的 那都被他们在承认的范围之内 WHO认证的疫苗 也包括大陆科兴和国药疫苗 这等于美国变相承认大陆疫苗 台湾的高端目前只有住院代表处 声称接种两剂可登机 网友模仿阿中金句 打高端可以去印尼啊 世界不是只有美国 更嘲讽美国不承认 难道跟WHO一样 也成了中共同路人吗 相比科兴至少有通过WHO 反观只做1.5期的高端 真是笑死人 他们不是说 现在是跟美国关系最好的时候吗 美国为什么不承认高端呢 既然已经有发现 有些国家已经在管制 各种疫苗 施打的人口才能进来 政府也要亡羊补疗 赶快把需要国际认证的 赶快帮他完成 高端关起门来是国保 打开门才知道 别人的国门进不了 美国爸爸的新规定 恐怕会让高端打气 持续低迷 记者 零星星 佩洁 台北采访报道